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講到健康 台灣是水果王國 其中一個以你為傲的水果 就是鳳梨 在台灣一年世紀都有鳳梨可以吃 然後各式各樣的品種 包含金鑽鳳梨 包含甜蜜蜜 包含牛奶鳳梨 農民不斷的改良 那過去台灣 這個也曾經是外銷鳳梨的出口大國 所以股票上市公司 先前還有一個公司叫台鳳 那緊接著台灣這些年來 外銷鳳梨很厲害 外銷到日本價格非常好 非常受歡迎 那有一些中南部的農民 品質非常好的鳳梨 還外銷到中東的市場 那鳳梨在台灣也不只是水果而已 比方說鳳梨酥鳳梨的果乾 或者是鳳梨醬 也都是這個日常生活當中 非常好的這個素材 那怎麼樣健康生活來用鳳梨呢 待會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會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好 今天我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 醫生好朋友洪文祥醫生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洪素卿 大家好 好 再來是營養好朋友黃淑慧 對 大家好 好 再來是藝人好朋友鄭亞蘭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健康好朋友 譚敦慈老師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柯慶妮師傅 大家好 好 我問一下素卿 鳳梨是台灣的經濟之光 那也是台灣水果之光 那據據說 這個最新的一年的統計資料 我們外銷鳳梨是超過兩千噸 那如果再加上外銷的鳳梨酥 那這個數目就非常的可觀 對 我們台灣鳳梨就像剛才您關講的 早年真的台灣經濟的主要兩個力量 一個叫做洋菇罐頭 一個就是鳳梨罐頭 這當年創造我們整個外銷外匯 存體很重要的產業 那現在雖然比產量 我們是比不上人家 可是比產值 比品質我們是非常好 可是重點來 我們這個農產品不只現在越種越好 越種越多 而且出口國家也越來越厲害 因為以前之前是以中國大陸的外銷為主 後來包括日本 加拿大 香港 甚至連埃及 中東都有 可是我覺得大家要注意的是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的鳳梨產業 不只是賣鳳梨而已 比如說有一些生技公司 開始以鳳梨酵素當作他們的產品 因為他們甚至不是只是鳳梨的 鳳梨下面的這個金 他們也把它拿去做成萃取的鳳梨酵素 鳳梨酵素運用也越來越多樣化 早年大家可能想說 鳳梨酵素只能拿來嫩肉 後來發現不是 鳳梨酵素從消炎 消肿 真的有些人覺得說 有一些那種血糖酸 都是有用的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繼續把它品種做得更好 說不定以後鳳梨也是台灣一個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真的問一下洪醫師 鳳梨的營養價值到底有哪些 鳳梨的營養非常多 我們講吃鳳梨到最後 你都會覺得那個有一些 破在裡面 那叫纖維 事實上它是一個非常高纖 我們現在最缺的就是這種纖維的 紫的東西 它這是一個高纖的食物 那它非常的甜 所以它糖分含量也不少 所以糖尿病人吃這個要特別小心 那它的維生素B1非常高 B1 我們糖分高還好它有B1 B1會促進我們糖分的那個分解跟代謝 會產生能量 那還有維生素C 那還有我們的一些β胡蘿蔔素 還有一些有機酸 我剛剛講不管有機酸B1維生素C 這個會促進我們的那些碳水化物的分解 會讓我們變得比較有精神 那我們的那個膳食纖維 還有我們裡面那個甲離子很高 會什麼 力變 又會讓我們力尿 甲離子會力尿 然後所以我們假如說 其實你要假如說它是一個 還蠻營養的東西 可是最近的研究 都是研究它在抗發炎跟抗癌 最近那個他們德國跟澳洲的研究 發現它一些 比如說澳洲研究 它是發現它對於一些大腸癌 轉移到腹膜有抑制的效果 那德國的研究比較像是 它在做的是那個鳳梨酵素跟那個木瓜酵素 發現它可以抑制我們有一個很餓的癌症 叫膽管癌 它可以抑制膽管癌 所以我發現其實它後期 應該還蠻多東西可以做一些 尤其它的那個鳳梨酵素這一塊 好 那我請我右手邊的來賓 先出來一起分享 今天市面上這個季節 比較普遍的是金鑽的這個鳳梨 然後還有這個比較圓 比較這個甜的 這個是甜蜜蜜 來 先問一下譚老師 譚老師 你的鳳梨都怎麼挑 這四顆你要買哪一顆 我要買這一顆綠的 這一顆我們一看都覺得會酸 不是 而且我們一般覺得綠綠的鳳梨 都是拿來拜拜用的 對啊 為什麼譚老師你要買這一顆 因為我怕甜 所以我一定要挑綠的 對 因為越綠的呢 它就越酸 那我就越喜歡這樣的 那老西風一般正常的 比較不一樣的 好 那我還喜歡這一顆 來來問鄭雅蘭 鄭雅蘭 這四顆你買哪一顆 當然一定挑黃一點的 黃一點是這一顆 可是這一顆我因為太過熟 我會買第一顆 帶點維綠 這一顆啊 第一 那邊的第一顆 鳳梨的那一顆 對 這不一樣品種 對 這甜蜜蜜 上面會帶點維綠 下面是黃的 代表可能放個一兩天就可以吃了 即使冰冰箱也OK 那這個黃色是完全 中間這個很熟 對 全熟 完全不能放了 這個我就不會買 很容易壞掉 那柯老道你會買哪一顆 我跟你講 我一定買這一顆 為什麼 因為這一顆熟透了 剛好才藏的 對 還有再來順便教大家 這個是譚老師愛的 對 一般人一般人不會去挑這個 拜拜這個放也不一定會好 因為有時候也會裹贏也會壞掉 對 一般來講拜拜最好是挑中間這一顆 對 為什麼 對 因為它放個三天就好了 這剛好剛好 這剛好熟 有時候我們拜拜的時候 就是會擺在那個地方常溫 對 所以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鳳梨 台北市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在中南部的話 因為很多鳳梨就是 在去現場的 對 現場的鳳梨 其實鳳梨跟鳳梨頭的 對 鳳梨會不會的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 回到家以後 鳳梨拿回去 豆草摘的可能 對 放三天 放三天是怎樣 讓它糖度循環 均勻 那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還要挑鳳梨的時候 我們聽聲音 對 聽聲音 一定要很紮實 裹身 就是 水分多 所以越紮實 其實你一拿就差不多知道 然後這樣拍的話就知道 好 那拍完之後 課好大要教大家 六刀切鳳梨 對 一般來講一個鳳梨六刀就夠了 好 就是前後 來來來 關鍵六刀 第一刀 沒有了 前後這個先拿掉 對 頭尾先拿掉 沒有了 前後不算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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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八刀 沒有了 你妹妹都沒實在 剛才說六刀 前後來 再來 然後呢 一般來講 這樣一半對不對 對 如果鳳梨來講 這樣一半 一半的方向 是 你一半的方向裡面 這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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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才說六刀 六刀就好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這樣子一片下來 一刀 一片下來 然後呢 再來就是順著這個 一片 我的切法也是跟 柯老大一樣 我也是這樣切 然後 你就這樣一片一片這樣 就六片就下來了 很快 好棒棒 好 這樣就六片下來 去頭去尾之後來六片 對 然後如果說像有一些 有沒有 有一些柑這些有沒有 就是這些眼睛 我們再把它削掉 再修 那主要就是那個六刀而已 好 就是像這些有沒有 有一點那個 我們再修掉這樣就好 柯老大 我們再看你這一顆 你這一顆不但水分很多 而且它鳳梨頭鳳梨尾 你看 真的 因為它沒有鬥口 它就是這樣 你知道 剛剛這是鳳梨的上面 這是底端嘛 所以它沒有鬥頭再放 所以你看 這邊比較沒地 對 這邊會填死你 對 看得很清楚嗎 這個很甜 這個很甜 來 再切一下 再切一下 我們來試試看看 這顆會填到什麼程度 好好好 證實看看是不是 稍息一下 一人配一個頭跟一個屁股 因為水分太高了 那我們現在 你一定要記得不要這樣切 這樣會晃 會晃 危險 所以你一定是這樣子的方式來切 把它對補之後再把它架 對對對 然後切 這樣 中間這樣一刀下去 對 一刀下去的時候 我旁邊會這樣再補一刀 再補一刀 哦 別切 然後你們吃鳳梨心嗎 好吃啊 吃 好 那就 如果你要取鳳梨心的話 再把鳳梨心切掉 如果不取鳳梨心的話 就直接這樣切就可以 這個是 我說甜的部分 這是甜的部分 來來來 洪素卿的舌頭試一下 好 這是甜的部分 你說甜的會受不了嗎 對 很甜會 台灣的超甜的 沒關係 那這是不甜的部分 我跟你講 甜到不行 他連鳳梨心都甜 都原的 他連鳳梨心都很甜 我還沒有吃到鳳梨肉都甜 我還沒有看到你們 我都流口水 然後這個是比較 不甜的 不甜的 因為他沒有鬥頭再放 好 那接下來 潘老師要分享 潘老師如果是你 你會買這一顆 這一顆是酸的 你是非一般正常人 然後再來 潘老師買回家 也是有保存的方法 對 其實我這個 我通常不會放久 因為我喜歡吃酸一點的 那我通常就是回去 如果是真的要放 因為我怕它長蟲 所以我會用紙把它稍微包一下 然後就是放在這個後陽台這樣 那我的鳳梨要削之前 我是要洗的 因為我 你會隨時把外面的灰塵雜質洗乾淨 一定要 一定要 那我會先把這個先切掉 再來洗 那我就是會在早上要出門之前 如果今天晚上回來要殺它 我就會把它放著一個碗 來看一下看一下 彈式放法 剛剛那個是六刀切鳳梨 對 潘老師首先第一個 哎唷 鳳梨還在吃 就是轉一顆仙子 你看 對啊 它先切掉那個頭 然後倒扣 可是沒有看到肉 然後倒扣 只要拿一個碗或者一個容器 它可以扣住就好 對 然後假設你早上出門這樣扣 那到晚上才殺它嗎 對 晚上才殺它 因為這樣子的話 因為紅奶桃是過月嘛 就像剛才 就甜度都會下來 對 就是甜度下來 可是我沒有像柯老大那麼講 就有放那麼多天 我就是當天這樣 那我就是會刷洗 就是要用之前一定要刷洗 因為鳳梨要長18個月 再來 那我呢 通常我有幾個做法 有的時候就把它切成六片 然後就像那個 我們在削西瓜這樣 一片片小 對 好 來 直接看 葛老師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 可是我另外一半不要這樣切 我大概 那我們先對切這樣子 我有的時候 就是直接把它這樣對切 然後就像柯老大一樣 我先把這個 穩的麵放在桌子裡 然後我通常是比較慢慢的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你這樣一刀下去 會切掉太多的肉 我就有點浪費 對 節節 對 真的 我老公最愛這種女人了 而且就是 我錄影前有問過 譚老師 譚老師不買那種外面切好的 對 就是 譚老師都會買整顆帶皮的 自己切 對 因為你還要洗一下 真的乾淨 削下來的果皮比較薄 對 超乾淨的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比較白癡型的 好 來 你看 這半顆就長這樣 對 這樣就是你可以去 然後去把它去乾淨 那剩下的還可以在小刀 再去細修 修它 修邊 對 好 這樣的乾淨度也很高 第二個方法是這樣 就像我們切西瓜一樣的做法 就把它切了之後 然後就是一小塊一小塊的 然後這樣的話 你就很好去把這個皮去掉了 你可以固定著 因為像這個 很西瓜 很西瓜 對 很像西瓜 我們看一下 就這樣子一塊就可以上來 這樣你看 這樣就是像西瓜的切法 然後再切小塊就可以了 對 真的 對 好 謝謝譚老師的示範 謝謝 好 剛剛講 鳳梨在台灣一年四季都有 而且這個平價健康又好吃 然後更厲害的是 它做甜點 做水果露料理 都非常受歡迎 真的 尤其在健康好生活 用了一堆的鳳梨做過料理 譚老師超強 真的 對 柯老大也很厲害 對 那雅蘭也要分享一個超強的 雅蘭今天要做的很厲害 叫做黃梨木兒海鮮中 因為在我們家啊 所有的水果都不能入菜 只有鳳梨小孩覺得不奇怪 因為它在披薩上面會吃到 所以酸酸甜甜鹹鹹的 披薩有鳳梨的我都不會點 夏威夷 夏威夷一定要 對 水果入菜一般我都不會點 只有鳳梨在我們家可以入菜 其他水果都很少入菜 而且鳳梨入菜 雅蘭今天厲害了 雅蘭今天拿半顆的鳳梨 留下來做鳳梨粥 對 當盤子 你看 演藝圈的女厨神就是不一樣 真的 對 好 然後我們先熱一點點的油 然後把薑絲放一些下去爆香 它高鮮 高鮮本來就會包覆 減少我們糖分跟那些油脂的吸收 第二個它高鮮 把納粒子排到 它血壓就下降 運動之後的30到60分鐘之內 就把鳳梨當作你當天的水果 它可以減輕酸痛 好 所以雅蘭今天其實用了鳳梨 用了當季的角白筍 用了黑木耳 所以只用一點點的海鮮 可是吃到很多膳食鮮味 因為像鳳梨 木耳跟角白筍 都是膳食鮮味很豐富 對 還有洋蔥 雅蘭現在爆了薑片之後 放下去的是蝦仁 蝦仁 對 然後也可以把海鮮慢慢的放下去 蝦仁有事先的醃漬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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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把蝦殼跟腸泥給弄掉而已 把它處理掉 對 那待會主要的調味就是簡單的 這個醬油 然後糖 醋 以及香油 然後還有鳳梨的酸酸甜甜 對 沒錯 好 然後接下來我會下一些 那個透抽 好 透抽 那雅蘭你買鳳梨都會一整顆買 還是小片的或者半片這樣買 我們家吃水果的量很大 所以我都會一整顆買 然後自己殺 對 自己殺 因為唐老師是喜歡乾淨 然後喜歡衛生跟健康 都會洗乾淨再自己殺 也會完整一顆買 可是像我跟洪初青都是屬於換滿片 對 我們因為老實說買一整顆負擔 壓力好大 而且覺得第一片吃得很好吃 後來沒吃完後來就覺得奇怪 它味道怪怪 因為味道越來越怪 就變久味了對不對 發酵 對 發酵了 如果說像這種天氣 現在天氣越來越熱 你如果去菜市場 我們不要講其他地方 菜市場 傳統市場 大家去買的時候 它有現銷對不對 它早上在那邊銷 你回到家 如果你家裡沒有開冷氣 你放到晚上可能會有一點酒味 對 會有點酸跟酒 因為它本身酵素 發酵的速度很快 對 但它沒有壞 它不是壞 就是微微的 那個味道好像有一點酒味那種感覺 對 像要壞還沒有壞那種感覺 那不是壞 不是壞喔 對 那不是壞 好 那雅蘭同一時間 爆炒了蝦仁跟花枝之後 放下去角白筍跟洋蔥 對 下去稍微爆香一下 好 然後稍微拌炒了之後 我們把木耳也給丟下去 好 這個是新鮮的黑木耳 對 新鮮的黑木耳 所以新鮮的黑木耳也可以拌炒 我覺得你這個當便當菜也很讚 對 它是不會變味道的 而且是屬於這個膳食纖維也很豐富 對 好 然後也可以快速料理 對 然後調味料其實都很簡單 然後鳳梨放下去稍微做一下拌炒 好 然後這個也不用過多的油膩 所以其實也是相對負擔比較輕的料理 其實我覺得這道菜也很適合減肥的時候吃 因為它有膳食纖維跟蛋白質 對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加一點點的醬油 好 就一點點的醬味 對 然後醋 一點點的白醋 對 白醋 然後以及少許的糖 好 所以會一點點的酸甜酸甜的調味 對 酸甜酸甜的 很香欸 而且很快速欸 對 其實很簡單 這個對職業婦女來講是很好的料理 對 然後辣椒絲 哇 感覺是很豐富 對 好 非常簡單 快速的料理 好 然後因為我剛剛木耳啊 因為我木耳也喜歡吃比較脆一點的口感 所以我也是稍微拌炒一下就好了 接下來最後簡單的就是 香油起鍋前稍微的淋一下 讓它有個香氣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放到我們的鳳梨中上面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YA 漂亮 哇 雅蘭的芳梨木耳海鮮都很好吃 然後這個你用木耳用這個鳳梨中 就可以擺盤宴客了 對 然後平常 平常時候這樣子拌炒 當便當菜也非常好 對 而且重點是非常快速簡單 然後好吃 對 這個是好吃的 非常非常地好吃 爽口 而且很下飯 那我覺得我在這邊呢 一定要幫台灣果農說一句話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很會種鳳梨 所以我們的鳳梨好吃是因為我們會種 並不是因為我們給它打什麼奇怪的藥 因為之前網路上有人說 你看比如說這兩顆鳳梨好了 他就說有一個眼睛目比較大 然後什麼心比較粗 那有些人眼睛比較小 目很小 然後心細 他就說 所以如果你買到鳳梨 那個木很大 芯很粗 長得很快 那種就是打了生長 對 這邊規則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 然後甚至還說 如果你吃到這種有生長激素的鳳梨 小孩子就會性早熟 這是錯綜之錯 第一個 這是謠言 對 完全是謠言 為什麼呢 早年呢 或許早年 我剛才講鳳梨外銷那個年代 那為了讓它那個果肉大一點點 周近比較 這種鳳梨都一樣大的時候 它那個時候會用一些生長調節劑 可是那生長調節劑呢 也絕對跟人的荷爾蒙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那個其實是一個小分子的化學物質 那它讓它會大 可是為什麼現在農夫不會用 因為它讓它大 但就會不甜 因為那種生長調節劑會影響甜味跟香氣 誰要買一顆很肥大 但是不甜的鳳梨 當然沒有 第二件事情是說呢 其實現在呢 如果說 假設真的有用這種生長調節 比如說香蕉或什麼有要催熟 也不是化學物 它用的其實是這種乙烯 它自然本來就會產生的氣體 這些東西不會影響人類的荷爾蒙 因為老實說 乙烯對於香蕉而言能催熟 對於人類而已就是一個氣體 所以沒有關係 所以大家不要這邊誤會了 這個真的是可以放心吃的 而且請問一下洪醫師 鳳梨對於山高的患者 剛剛講甜度太高的 可能糖尿病吃不宜 可是高血壓的人 適量的著量的攝取 鳳梨是一個蠻好的食材的選擇 對 那我舉例 其實為什麼它對一些心血管疾病 是有幫助的 我認為有幾個因子 一個是它高鮮 高鮮本來就會包覆 減少我們糖分跟那些油脂的吸收 第二個它高甲 高甲可以排掉我們的鈉離子 其實我們很多的利尿劑 只要把鈉離子排掉 它血壓就下降 它血壓是有幫助的 我們後來發現跟它的那個 叫做鳳梨酵素有關係 大家習慣把肉泡在鳳梨酵素裡面 就嫩掉了 所以很多人在聯想說 會不會我吃下去 我心血管也變得軟掉了 對 那的確有人就做這個研究 其實我們講說 我們常常預防心血管疾病 我們會吃阿斯匹林 那阿斯匹林是因為抑制 我們的血小板的那個凝疾 可是我們如果說我們已經凝疾了 凝疾了那個血塊 吃阿斯匹林就沒有效 我們要打一些血栓溶解劑 所以急性心肌梗塞 腦中風都會打那個 那血栓溶解劑 事實上它是分解掉一個叫纖維蛋白 纖維蛋白可以想像我們的血小板 如果是磚頭 然後有一個水泥 這叫纖維蛋白源 這是我們肝臟製造的 然後變成纖維 把那個血小板給凝集在一起 然後你要溶解掉這個 一定要溶解掉它的纖維蛋白 那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鳳梨酵素裡面 有某部分可以溶解 這纖維蛋白的東西 所以當然它沒有那麼恐怖 說會不會你 比如說我剛剛開完刀 它就吃了 那叫血栓溶解 就把你整個都溶解掉 但事實上的確是 它是可以預防我們的血液 造成過度凝集的 當然如果說你糖分過高 那反而不好的糖分 很多糖化中產物 反而會造成我們的高血壓三高 所以我們只能說 吃比較不甜的高鮮的鳳梨 事實上對我們的那些心血管的高血壓 是有幫助的 那我問一下淑維姐 剛剛講到的鳳梨酵素 就是導致有一些人 吃鳳梨的過程當中 舌頭會覺得會呱呱的原因 就很多人說咬嘴巴 我想很多人大家都有經驗吧 特別是那種你買到不甜 就是不熟的 沒有成熟的鳳梨 那個咬嘴巴的效果會更強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蛋白 鳳梨酵素還有一種生物鹼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就會經驗說 那你就一般來講 就是你削好了之後 就是皮削好了之後 你就放在大概2%的鹽水裡面 泡一下 然後甚至我們會經驗說 你用一點點溫水 就有點溫度的 然後2%的水 泡一下 其實那個酵素就會被抑制掉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唐老師就要分享一個 鳳梨乳肉燉食書 那老師你今天鏡頭先看一下 你用了一點鳳梨心來醃製肉 對 因為我今天 我喜歡吃這個里肌肉 因為油脂最少 而且這個是一般的火鍋肉片 對 因為這樣的話 很容易就是色調 小孩就不會很愛吃 那我就會切的鳳梨 剩下來的鳳梨心 然後加一點清酒去醃它 醃多久 其實大概半個小時就很嫩了 一般來講它可以幫助我們身體裡面 合成就要多一點的退黑激素 那退激素是幫助我們乳酪 所以其實鳳梨不等 不酥 香蕉 它為什麼可以抗癌 它分解出它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CCS 一個叫CCZ 包括一些黑色素細胞瘤 包括我們的那些肺癌 卵巢癌 乳癌 其實都可能跟它有相關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一個 湯菜的這種 那我就加一點水 然後因為我今天有自己帶這個 吉高湯 然後我們就 因為剛剛纖維 我們就放新鮮的白木耳 你看剛剛亞蘭放的是黑木耳 譚老師放的是白木耳 我覺得譚老師是台灣鳳梨代言的 台灣毛豆代言的 然後台灣番茄代言的 現在快要變成木耳代言的 然後我們最早就是很多的青菜 那我們就加一些 這個是娃娃菜 這是大白菜 都可以這是娃娃菜 就是有什麼就家裡有什麼 我們就放什麼 所以高湯光是煮剛剛的木耳跟娃娃菜 應該都會鮮甜 對 然後我們因為要五顏六色的 這個攝取 我覺得會比較重要 所以我就準備了一些現在的竹筍 好 薯片 然後我們也放一點紅蘿蔔 紅蘿蔔把它切片 對 那所以目前為止 肉片跟鳳梨 鳳梨這個時候要下了 我要加一些鳳梨 因為我喜歡酸的 那如果煮久一點 它的酸味會比較夠 所以我會先把鳳梨就放下來 不會等到最後 所以我們現在再放的是鳳梨 對 那老師你今天除了還有這個豆 這個豆好像是四季豆對不對 對 還有剛剛用鳳梨心醃製的肉片 對 老師厲害了 他今天競然還帶了滷花生 老師 這個怎麼滷的 其實我是 因為那個是柯老大教我用梅子滷花生 但是因為我加 梅子醬 梅子 沒有 我用的是我們醃的 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醃梅 然後因為那時候柯老大教我的是化梅 可是因為我沒有去買化梅 所以我直接用這個梅子 然後加鳳梨一起去給它煮 可是我煮的不夠久 所以它可能現在還沒有很入味 沒有 它這個口感是比較南部喜歡的 比較硬的 對 比較脆脆的 那像北部會喜歡那種 有沒有 幾乎不用牙齒咬的 那個抿一下就化了 不會 我覺得譚老師這個是有口感的 那譚老師煮的同時問一下我的樹青 老師用鳳梨心來醃製肉 鳳梨心真的好處一大堆 真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台灣現在有一些生物科技產業 他們在提煉鳳梨酵素 他們是用哪個部分來提煉呢 他們主要是用鳳梨精 就是它連下來內 那個是一般知道濃度最高的 鳳梨酵素最高的地方 那剛才呢 蘇維老師有講 你會發現 比較不熟的鳳梨呢 它酵素也比較高 可是如果已經熟了這個鳳梨裡面呢 它哪裡酵素最多呢 如果你有經驗 你會發現就是那個心 就一般人覺得一桶粗桶刮的地方 然後最不甜的地方 它也是酵素多 所以如果大家有時候家裡做菜的時候 發現說小孩子就不喜歡 或者你吃鳳梨水果的時候 小孩子覺得你剛好買到一顆 太生了之後外面難吃 你這個鳳梨心就留下來 比如說打一打汁來把它弄成腌肉醬 都很好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 很多東西要我們會建議說 比如說蔬菜 有時候罐頭蔬菜不一定比新鮮的差 比如說罐頭做成鳳梨呢 不對 番茄的濃縮或什麼 都是很好的 可是毒毒水果的罐頭 我們都很不推薦 以鳳梨來講 新鮮鳳梨可以有維他命C對不對 然後它也會有酵素對不對 可是你把它做成罐頭鳳梨之後呢 它只剩下膳食纖維之外 因為要使它的味道統一 通常它會加糖 所以它就是沒有C 因為加熱殺菌 吸少了 然後酵素死掉了 然後糖多了 所以這樣吃的時候 你吃的鳳梨罐頭 它就是等於屬於吃到 鳳梨營養價值最低的時候 就是說以台灣來講 一年四季有品質 這麼好的新鮮鳳梨 有時候一般人沒有必要來做 沒有 之前沒有 這20年才有 我感覺現在市面上 我印象中鳳梨罐頭 還會用可能做甜點跟蛋糕 蛋糕可能有些人還用 那老師現在就直接讓 這個鯉雞肉片下去 對 我們就放一些鯉雞肉片 對 所以這是一個燉菜 湯菜 對 那也是一個全食物 富含膳食纖維 對 然後也有一些蛋白質 再來是四季豆 對 然後呢 我們這個其實很簡單的 一個調味就好 我們就只要加鹽 那如果喜歡口味重一點 可以加一點那個白胡椒 但是我們今天就還是直接 就是加一點鹽就好了 那老師你的梅子花生 還沒有要下去嗎 沒有 那個其實是 本來沒有要放出來的 因為我覺得還不夠入味 那個只是 因為這個菜比較淡 所以如果不夠味 再吃那個配著吃就好了 對 你還以為你梅子花生 是要下的料理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可以混進去 味道是可以的 可以搭的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哇 看到的是 鳳梨乳肉燉食酥 很好吃 好酷 它這個湯頭是鮮甜的 然後不會酸淡淡的 一點都不酸 對 感覺很清爽 清爽 很舒服 感覺吃下去會瘦的感覺 真的 而且那個白木耳在裡面 你知道嗎 因為以往白木耳通常 第一個我們印象中是甜品 然後甜品裡面就是 煮到非常的軟 那已經糊掉 那它如果用在鹹湯 通常有時候 我自己就覺得還好 可是它很奇怪 它是在這種帶有孫中帶微微甜的 鳳梨湯裡面 就更適合你知道嗎 因為它沒有甜湯那麼膩 可是它又不像一般鹹湯 只有鹹味 因為它有一點點淡淡的甜酸味 所以這個白木耳 真的就變得超好吃的 那我也提醒大家 有時候台灣的鳳梨真的很甜 那對於一些女生來講 她會覺得 我吃這個鳳梨太甜 會不會影響我的減重大忌呢 那這時候你只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吃它的時機 就是說如果你能在運動之後的 30到60分鐘之內 就把鳳梨當作你當天的水果 還有三大好處 第一大好處 因為我們通常運動之後 我們希望長肌肉 很多人想說長肌肉 只要吃蛋白質就好 錯 還要糖 因為你要讓你的胰岛素升起來的時候 它會開始利用 才會開始做修復的動作 所以它剛好可以代替糖來用 第二個 它可以減輕酸痛 因為發現說 因為女生動兩下 明天就覺得累到 一直酸到 就不想動 它可以減輕酸痛 第三大好處 因為它是高甲的水果 他們就發現說 這樣對於運動之後的 這些復原都有好處 所以你看 你運動之後 你這時候想說不知道要吃什麼 對不對 就來個鳳梨 真的 而且淑蕙姐 鳳梨好像全身都是薄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吃鳳梨 只吃過它那果肉的部分 其實它的葉子跟果皮的部分 其實它含有很豐富的一些的 其他的 我們講的植化素的部分 它事實上 在我們的很多研究上面 說 告訴我們的是說 鳳梨葉 可以提高我們胰岛素的靈敏性 那甚至它 我們發覺 它還有另外一個成分 它的成分有一點 類似像我們在吃降學子的那個 Stardine類的 降學子藥物 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發覺 現在他們會發覺它全身是飽 果肉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吃 對 葉子跟果皮的部分 也許在生計產業上面 醫療生計產業上面 它可以去提煉一些天然的 可以幫助我們降學子 幫助我們維持血糖 肯定的一些物質 那宏醫師 所以他用在醫學上 也有人提煉鳳梨酵素 那他會有降發炎跟止痛的效果 對 但是還有一個 我覺得其實大家比較 非常重視的是他抗癌的效果 那2006年那個澳洲 澳洲昆士蘭一些醫院的那個研究 癌症研究中心 他有做出 他為什麼可以抗癌 他分析出 他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CCS 一個叫CCZ 那CCS 可以抑制一個叫RAS的蛋白 RAS蛋白 它是跟我們30%的癌症 會惡化 有一個很相關 它是一個致癌的一個因子 那他這個叫我們講CCS 是可以抑制他 那CCZ是可以促進我們免疫細胞 去攻擊癌細胞 所以跟這一類相關的癌症 包括他們後來做出來 包括一些黑色素細胞瘤 包括我們的那些肺癌 卵巢癌乳癌 其實都可能跟他有相關 當然需要更多的一些原則 他們做的是從那個鳳梨心 去萃取出來的那個鳳梨酵素 所做的這些相關系列的癌症研究 所以你會發現 光是抗發炎抗癌 它將來就變成一個 生計的明星產品 那接下來我們柯師傅 也要分享 剛剛講這個鳳梨露菜 網東菜各式菜都有 今天要分享一個健康版的鳳梨蝦 對... 我現在把... 我等一下也會教大家在做的時候 也會教他就是最傳統的做法怎麼做 那我們現在先從蝦人開始來學 我們先用這個蝦 因為不小心把那個蝦全剝了 所以先用這個蝦來替代 你知道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蝦 蝦買回來的時候 就是... 一般我們在做蝦球 絕大多數都是用草蝦 對... 像這個是雞尾蝦 白蝦 因為雞尾蝦它本身 它的脆度就沒有那麼脆 然後呢 你如果是買草蝦的話 記得就是你在剝的時候 你在剝的時候我們把那個蝦頭剝掉 蝦頭剝掉的時候 你剝的時候蝦頭剝掉的時候 順便也看就是說 它如果有那個長 你可以順便一起拉起來就對了 那個黑黑那個算蝦膏是不是 這個是蝦頭的膏 每一種蝦不一樣 每一種蝦不一樣 這是它的膏 然後呢 你再把它蝦身剝開去殼 那如果說你要做蝦球的話 我先把這個殼先去掉 這個殼先去掉 那尾巴那裡也去掉了 對不對 對... 因為你看我們這個蝦 它是捲曲的對不對 它是這樣捲曲的 如果說 你們有沒有吃過那個蒜蓉蒸草蝦 有 蒜蓉蒸草蝦它不會捲曲對不對 對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 會捲曲的這個地方 裡面這邊劃斷 對 斷它的筋 斷筋 對 把它的筋斷掉以後 它就不會捲曲 但是相反的 我們是要做蝦球 要讓它捲曲的 所以這邊就不能去碰它 了解 裡面這個地方就不能碰它 就是如果是這隻蝦的話 是這個裡面 你不能去碰它 就是它腳的那邊 對 這個裡面不能碰它 好 然後我現在旁邊有一些 還有有一些重點 還有有一些重點 大家一定要學起來 下半天你辦桌就能碰它 好 這個是我先撥好的草蝦 然後留兩隻示範給大家看 這兩個草蝦仁 我現在是只有裡面這邊 我剛剛講了裡面這邊我沒有去動它 對 裡面這邊不能動它 但是我背 我要開背 我要把背開 那怎麼開呢 如果你在家裡面的話 你就 我是用大刀習慣的 那你在家裡面的話 你就用小 就是剛剛那種小小的刀 我們就是直接 你一定要按住這個蝦 你要按住它 兩根指頭這樣按住它 就是說不要讓它滑 你滑的話 你就會畫到自己的手 然後你從這個背這樣畫下去 所以這要計數 一不小心就會畫過頭 對 畫過頭沒有關係 然後你畫開的時候 順便打開來看 有沒有蝦腸 有蝦腸 這邊有一點蝦腸 對不對 黑黑的 對 我們就把它順便 把它拉出來 是藏泥 對 這個我們就順便 你在畫開的時候 順便再把這個藏泥 我把它取出來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比較乾淨 對對對 你就不會吃到有刷刷的 刷刷的 只要開這個地方 後面這一端 其實無所謂 所以你只要開到四分之三 就可以了 如果這邊你在開的話 可能這個地方很容易斷掉 所以開到四分之三就可以 做好了以後 一定要記得一點就是 你一定要什麼 用一個 紙巾 很乾的紙巾 要讓它完全沒水分 為什麼 因為它越乾 它的水分越少 它就越脆 一定要記得 這個就是重點 所以真的 有時候我們去吃的時候 不知道說原來是要這樣 實際上一定要注意的一點 就是一定要弄得很乾 你等一下怎麼樣 不管你是煎還是炸 尤其是炸 你會覺得它裡面很多汁 很好吃 然後很脆 然後怎麼會多汁呢 再來你要怎麼醃 像這邊有16隻 這是我們在超市買的最大型的炒蝦 最大隻 一盒是8隻 所以這是16隻 那16隻的話 我們大概一顆蛋黃就夠 一顆蛋黃在這邊 所以它裡面的水分就是只有這顆蛋黃 然後加一點點的米酒 一點點的米酒 不多 然後一點點的鹽 鹽也不多 就手這樣抓一咪咪這樣下去就好了 這樣抓一咪咪這樣下去就可以 然後一點點的胡椒粉 一點點的胡椒粉 你學會這一招 以後你所有的蝦球的菜都是一樣的做法 這個是醃漬蝦球 然後抓 然後這邊的粉 外面會用什麼蛋黃粉 但蛋黃粉是染色的 我們用最傳統的就是地瓜粉跟玉米粉就好 各一半 地瓜玉米各一半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來沾附一點點的乾粉 對 然後這個粉 你不要偷懶 還是一直沾 這樣它才會好吃 如果說 有人有沒有 抓一坨再去 等一下那個粉不均勻的話 你會吃到一坨粉在那個地方 所以陸續讓它均勻的沾這樣 對對對對對 你這樣的話 其實現在都是以最健康的一個做法 對 那如果說我們 我們在做油炸的時候 甚至這個我們會做二次炸 我懂 所以它才會酥脆 有一些廣東師傅要這樣的口感 是是是 好 現在再來測 我們再來測 好 現在已經有達到那個燙的要求了 你看現在隨便丟個粉去 馬上結起來有沒有 這樣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像鹹酥雞鍋了 我跟你講 這樣才不會沾油 它才不會吃油 那因為我們是用煎的沒有用炸 所以師傅如果以你這一批來講 你16隻你可能第一批下的時間 跟後面第16隻的時間就會有時間差 其實還好啦 因為這個很快 所以 因為它是蝦子它很快 對 如果今天是肉的話 我可能就分兩瓶 那因為這個是蝦子 所以你看嘛 你如果油多的話 它才會捲嘛 我們現在是平的 所以它就捲不起來 對 我們現在是平的 因為是有一點點尖的 感覺有一點點變成蝦排 對 沒關係 我們現在只是教大家怎麼做 以後你要去做蝦球的話 就是真的 油量還是要夠多 可以捲 還是會捲 要稍微 會啦 就是你要稍微手撥一下 因為我們油真的太少了 你要幫它翻身一下 我們要幫它翻身 那你是在叫我補油嗎 不要 現在不能 現在油下去會太好油嗎 油溫下去會吃油 現在你油進去要反而吃油 好 可是你很厲害 你還是讓它們捲成蝦球 你把它四度翻身之後 還是有捲起來 你很厲害 老師 手工捲 沒有啦 因為它 你溫度很高 它還是會收縮 而且現在聞到的是香味 現在是蝦子的蝦球香味 而且你沒有用染色的蛋黃粉 可是它還是煎起來很漂亮的黃 玉露蛋黃 我是用真的蛋黃 好 你看 其實這已經熟了 這已經有酥脆的口感 熟了 這已經熟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挑出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熄火 所以我們現在 先把一些生菜的東西 我們生菜的東西 你要哪一種生菜都可以 你自己決定 但是第一個選擇就是要 比較脆的蔬菜 OK 像羅曼 或者像是直立型蝸具 就是大陸妹 大陸A什麼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選擇那種比較脆型的蔬菜 但我們先調醬汁 糖 這個糖你可以用 像二砂糖 之前我們教泰國菜 是希望你用椰糖 其實椰糖還沒那麼甜 對 沒有椰糖就用二砂 因為椰糖不好買 真的 然後再來這是魚露 然後魚露因為我不愛吃鹹 所以我魚露放得很少 魚露我放得很少 然後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檸檬汁 我這是原汁 所以現在是很泰式風味 檸檬原汁跟魚露跟一點的糖 然後再來最重要就是什麼 蒜頭薑 我感覺你這個如果拿來蒸魚也可以 可以 對啊 因為它就是魚露加檸檬魚 就是檸檬魚 但是檸檬魚如果檸檬片一起下去蒸的話 檸檬魚都會苦 我們剛剛是蒜末再來加的是薑末 薑末蒜末 自己決定多寡 辣椒也是 辣椒因為去了脂了 所以這也是大的不辣的 然後這個是辣椒 然後一定要有香菜 如果沒有香菜這一道也很適合什麼 薄荷 對 也很適合薄荷 但我比較喜歡香菜大過於薄荷 對 你就可以來組合了 好 泰國人就用木板 我們就用木板 對 對 然後就可以加一點生菜 對 你方便什麼生菜都可以 生菜進來 然後現在天氣變熱了 這個又很讚 對 然後我這是冰鎮過 記得一定要冰鎮過 那個菜才會脆又甜 再來洋蔥 洋蔥 因為放紫洋蔥它顏色比較漂亮 對 好 再來鳳梨 然後番茄 番茄 對不對 把譚老師最愛的水果兩樣都放下去 對 好 然後再把我們剛剛的蝦 好 再把蝦子下去 對 這時候再放在上面 所以為什麼說這是健康版的這個鳳梨蝦球 鳳梨蝦球 因為傳統的鳳梨蝦球可能加很多美乃滋醬 對 對 超像就是油嘛 然後最後再淋上了就是剛剛這一個泰式的酸辣醬 對 然後再把這個拌好的酸辣醬 來 給我一個湯匙 好 來 你看我的水分不多 我的料很多 對 這個是重點 你如果水分太多的話 因為這些蔬菜 那個蔬菜會不一樣 等一下 滴到鹽 出水就不軟了 所以我們水分不多 我的料很多 好 然後再把它 哇 好漂亮 那我們就來試吃 哇 特大大的泰式鳳梨蝦球 真的健康好吃 超健康的 這個醬沾所有的生菜也都很好吃 真的 最終它這個醬真的不會太鹹 因為一路一點點 而且老實說 因為它是用大量的薑啊 蒜啊 還有香菜去混在裡面 所以它的反而 剛才看到很多的醬汁其實只有一點點 那個糖跟一路都很低 所以老實說 它的味道不是重的 我反而覺得它是 細味是重的 就包括它的那個檸檬的味道 跟它 我覺得喔 它這個味道啊 它的薑的比例高反而更香 它的相對的薑比例高 所以它的是跟外面的那種海鮮醬比起來 很多都是蒜鹹蒜鹹 它不是喔 它是香氣重 然後它的薑味比較突出反而很好吃 我大哥常常看到這個醬料沾 白斬肉都會很好吃 對 這是萬用的啦 你去涼拌那個麵有沒有 涼拌粉絲 涼拌穿燙的東西 還有我們是怎樣 牛肉涮一涮 放在生菜沙拉上面 淋上去這個 而且它也是說它這個醬 它這個蝦子真的 你不用淋醬就很好吃了 它這個剛剛調味就一點點 可是就是它的炸粉有香氣 然後一點點鹽 然後蝦子裡面又夠juicy 夠新鮮 所以其實蝦子本身就好吃 所以它只是給它添香 然後再這樣讓這個生菜可以有味道 你看我剛剛是用生菜包蝦子吃 對 所以用生菜更有滋味 可是重點我覺得剛才講到說 鳳梨的好處很多 從心血管 到甚至剛才說 減重的運動後可以吃 其實如果這樣 你們家小朋友正在念書對不對 晚上突然想吃點宵夜 找不到什麼東西 可以給它一點點鳳梨 當作它的宵夜 為什麼呢 它發現這個鳳梨 除了抗氧化之外 它裡面的萌 也有助於維持我們大腦的功能 所以就是它已經想吃了 你會想說 哇 不想再去炒個東西 滿頭豆油煙 就切個鳳梨給它吧 而且鳳梨好像也有助眠的效果 對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講說幫助睡眠的水果 大家想到都是香蕉 對 實際上鳳梨也是一個 滿有效果的一個水果 一般來講它可以幫助我們身體裡面 合成比較多一點的褪黑激素 褪黑激素是幫助我們入眠的 所以其實鳳梨不輸香蕉 它可以幫助我們入眠 那另外呢 我們都知道鳳梨維他命C含量很高 所以事實上在我們處在這種高壓 緊張的狀態 不管是學生或是社會人士 但我們壓力很大 事實上我們的腎上腺素是一直在應付壓力 當它流失掉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時候 維他命C需要量是高的 你正常人都要高 所以其實我們還會滿建議 你多可以攝取一些高維他命C的水果 來做補充 那鳳梨就是一個很好的水果來源 但是我要講一下 因為它是酸性食材 所以不建議空腹吃 就是只要忌諱 你如果之前腸胃功能不是很好 你就不要空腹吃鳳梨 其他應該都很OK 那節目最後 洪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兵臨 今天介紹很多相關的鳳梨的食材 那我們在講說 吃鳳梨有幾件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鳳梨它120公克 相當50大卡 它還是一個高熱量高糖分的食物 所以糖尿病的病患 你大概是最多吃個三小片左右 那腎功能不好 因為它甲離子高一樣要適量攝取 那第二個是我們講說它的 因為它會對於胃黏膜 會有一些傷害 如果你胃不好的人 也要吃少一點或飯後使用 那第三個它的胃 那個叫做鳳梨酵素 事實上是一個蛋白質 很多人對它過敏 如果你吃到的鳳梨會皮膚癢 頭暈噁心 千萬就不要再吃了 那叫對鳳梨過敏 那務必比較嚴重還要就醫 好 謝謝洪醫師的叮嚀也謝謝我們 那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鳳梨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 罵取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我們的臉書不定期也會有 各種分享直播跟贈禮的活動 分享給我們的忠實觀眾跟粉絲們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